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不理解 让你产生了无明 无明会产生妄想 我不明白凭什么他比我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烂 师父还要对他好 那你知道他前世的功利吗 你知道他前世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他有他的福报 只是福报用完了他就没了 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无明去造成自己的幻想 所以众生着就是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 因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已经受到了污染 所以众生都受到了很多的污染 所以为什么并不是大家都说好的事情就一定是好的 因为大家在这个人道里面都受到了污染 很脏 接下去跟大家讲第五个命着 就是生命的污着 你们想想看 心中充满着邪思邪念 把别人都看扁了 做人自己做得像鬼一样 偷偷摸摸 动小脑筋 陷害别人 不讲真话 非正命 不是你正的命 非正命 你的命不正 你就会着污着呀 你说一个人命不好 他是不是命就比较着了 着就是污着呀 所以很多人越自己的命不好 越要想办法去伤害别人 去用自己的利益去得到更多 所以不是正命而生 而且没有用正命来活 他就达不到八正道的正命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八正道 以后你们要是喜欢听 师父再给你们讲八正道 因为这个正道 你好好的去做 你出来就是正命 正命的人 就是离邪命而去 很多人邪命 那就是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想 做事情总是做 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他不做 自私自利 用现代话讲 就是不能顺自己的本性的自然 因为本性都是善良的 都是包容别人 都应该帮助别人 而这些人 整天的活在世界上 就像偷窃者一样 偷人家的 人家的善良被他偷去了 骗人家的钱财 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般学博的人 有的人嘴巴讲得很好 经验得很好 把博学讲得头头是道 那师父跟他说了 这种人就叫口头佛呀 嘴巴很会讲佛啊 口头说佛呀 所以很多的禅语 你要落实到行动上 师父跟大家讲了很多的禅语 禅定的语言 很多人理性上知道 但是就是落实不到 他自己的行为上 懂道理了 讲了一套套的 学识很高了 理论高了 你有没有信中相知 就是在本性当中 你能真正理解他吗 不是表面的理解 而是本性当中的理解他 叫信中相知 在理性上知道 还不够 要你的本性上知道 真正的了解他 所以学着佛之后 知音懂果 明白什么事情 能够懂得 不要让自己生气 生气的时候 就是夜报到来 所以很多人整天夜报 为什么 一生气 整个身体不平衡 免疫系统 受到损害和伤害 然后 自己还觉得自己有道理 拼命地哭啊 叫啊 闹啊 等慢慢地时间长了 他就夜报产生了 还有很多人 说得头头是道 哎呀 我放下了 我怎么怎么 你看看他 不肯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 只是口头上讲理论 说有一个老和尚 碰到一个小和尚 特别会讲 讲啊讲啊 讲了很多佛理 结果这个老和尚 没跟他讲话 突然之间 打了他一下 拿一个戒指 打了他头一下 很痛 结果 那个小和尚 哎哟 师父你打我干嘛 结果 这个师父说 哎 你不是说空了吗 你不是说 你什么都空了吗 劝人家容易啊 你真的空的话 你应该连这个感觉都没有啊 说明你还没有 真正的空的当中 在悟空当中 在开悟当中 所以信中相知啊 用中相悲 就是本性当中 你对佛性 你都能够相知相懂 就是理解他 知道他 用的时候呢 在用中呢 在用中呢 有相悲 有相违背 所以 一到有作用的时候 到自己真正要学佛 要拿出这种佛理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呢 完全不能用 讲起话 讲起话来满口佛言 有的人 一碰到自己 一碰到自己切身的利益的时候 他是信中相知 用中就相悲 用中相悲 所以佛说 本性当中的觉悟 叫原明觉 他是无声灭性 为因地心 无声灭性 也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生出来 要去灭度的心啊 因为他不生心啊 他无声法人 他没有任何的杂念的心地生出来 他要去灭他干嘛 这种就叫原成果地的修正 用现在的话讲 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学坏之前 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接受 他就是一种无声灭性的因地心 还有一种呢 当你知道嫉妒别人了 当你知道怎么样要克制 我要忍耐了 我要忍耐心的 实际上你已经经过了很多 非忍耐的时候 你已经经过了很多的人间的杂念 在克制 在改变 这个和最始的原明觉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懂得 不管你学博 不管你学博学什么 要用你原始的本性当中的因地心来修 那么很多人说 我已经污染了怎么办 所以要叫你跳出呀 跳出夜报呀 所以叫你不要命招呀 叫你重新做人啊 这是佛陀经传给我们的 在密宗啊 在显宗里面呢 任何的宗教啊 我们的本事 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这个世界上 佛法的本事 是释迦牟尼佛 我举这个例子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不管学什么佛 你不管什么宗派 我们的本事 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你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们内心的原明觉 就是你们的本性 你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坏人好人 自私的人 或者不自私的人 你都拥有的原明觉 就是你拥有的原始善良的觉悟 和你原始善良的本性 时间关系呢 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好吧 今天呢 因为这个五拙的 这个最后的命拙呢 我们话开讲了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呢 最后呢 讲一个故事 相传呢 有一个比丘 他是舍未成的人 他曾经呢 听闻佛陀说法 而出嫁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他就是非常怕死 而且他不管是白天晚上 只要听见外面的风声啊 那些鸟兽啊 那些怪物啊 这种叫的声音 或者他看见一种枯木 在摇动 在摇颤 就会感到 哎哟 要死了 死亡的危险 感觉到算了 问题他知道了 感觉了之后啊 他有一个不好习惯 他就叫 救命啊 到处奔跑 到处喊 那么 他不曾想到 他就是没有想过 他自己终有一天 会死的 如果他知道 他自己终有一天 也会死 他可能就不怕死 因为他从来没有 想过要死 他没有计划过 我在人生活多少年 我将要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最后的 多少年当中 我要做出 什么样 能够离苦得乐的 操作六道的事情 他都没有想过 他就是怕死 他怕死的心里呢 被所有的比丘呢 全部都知道 有一天呢 比丘们呢 在法堂上呢 就谈论他 有人说 哎 你知道吗 听说他十分怕死啊 他整天呢 被死所威胁啊 他心里啊 很痛苦啊 有一个法师就说 哎 做比丘的人嘛 应该确信自己 肯定会死的嘛 要自己观想啊 能够理解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呢 哎 佛陀进来了 佛陀进来 看了他们一眼 就问道 你们聚集在这里 说些什么 比丘们马上就答道 嗯 嗯 佛陀 是关于怕死比丘的事情 佛陀就把那个比丘 叫来问道 听说你很怕死啊 真的吗 嗯 是的 佛陀 我非常怕死 于是佛陀 转向大家说道 啊 众比丘 大家 不要 讥笑他 不满意 与他 他 所以非常怕死 并不是 没有 缘由的 那是因为他前生 曾有过 如此的遭遇 因为佛陀 非常喜欢讲因果 啊 就说起一段过去 他的因果来 佛陀说 从前 有一个国王 当他执政的时候 曾经呢 将御用的宝像 就一头大象 交给私象人 就是私养大象的人 叫他呢 教这个大象呢 不动树的训练 就站在那里 不要动 因为大象很喜欢动的 你看他的脚 总是走来走去 于是呢 这个私象人呢 这个私养大象的 训向人 他就把象啊 吊在了木桩上面 使这头象呢 不能动他 然后呢 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竹枪啊 把四周围绕起来 因为他一逃的话 那些竹枪就会刺伤而向 他就开始不动树的训练 那么这头大象呢 忍不住受训练的苦 他凭借着他 宽大的身材 毁了那些木桩 他就踩扁了 边上围住他那些木桩啊 冲开人群 崩路深山去了 人们追啊 象跑了 追啊 追啊 追到山上 追不回来了 因为他跑得很快 只好放弃回来了 象到了山中之后呢 他非常的孤独 他就怕被绑起来猝死 他因为脑子里还是那种被绑起来的感觉 他听到风声 他就会非常的 精灿的怕死 拼命的逃来逃去 好像呢 仍然被绑在木桩上一样 受到不动树的训练一样 就是要打他了 要把他捆起来 就这样 这头象 身心失去了安全感 老是颤抖的在徘徊 在深山当中的树绳啊 过去说深山当中啊 树有树绳的了 他看了象的失常 这个树绳啊 就在树林当中啊 唱起歌来 这个微弱的树草啊 在裂风中啊 摇曳 他却视若常事 像啊像啊 你若为此而恐惧 无疑地将自我消顺而死去 这是树绳 给那头像唱 树绳就这样激励之常的狂像 就是唱给他听 让他要稳住 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掉的 因此这个像 后来慢慢地减少了恐惧 但是呢 在他的潜意识的心里呢 还是继续有恐惧在起作用 那么那个时候的狂像呢 佛陀说 就是这个比丘 他非常的怕死 并不能救不死 所以佛陀告诉大家 唯有解脱生死的人 才永远不会死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从 没有到有的过程 我们没有命 到人间来 到人间来 我们有命 我们没有父母亲到人间来了 给了我们父母 我们没有师父 我们没有学校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衣服 一切是到了人间 从无有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真正的解脱 是内心的解脱 因为你所有的 从无有到有的那些物质 或者人 都会随着你的生命而消失 你只有在心中解脱 这个世界 才会整个变样 但是我们人的毛病 往往都想改变世界 希望世界随着自己的心意变 但是师父告诉你们 谁都能决定自己 不能改变世界 所以最好改变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不管最终 有没有名誉地位 有没有钱财 因为我们失去了过去和现在 我们还没有到达未来 我们还在六道中轮回 只是一时感觉自我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说的 如梦幻泡影一刹那 所以用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 来洗地我们的内心的 肮脏的灵魂 所以才最终让我们会领悟 无视无心 是自然 无视无非 是智力啊 好 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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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